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接着介绍这个detector 好 我们从这个detector 来介绍 当一个好的detector 他有哪些特色 correctivistic correctivistic 那些特性 那 第一个 就是灵敏度 所以这个 有蛮多的蛮好多下 所以我们把它低一下 灵敏度 那灵敏度的意思当然就是 你的蒙度很低的时候 那么你的detector 可以测得到 这很重要 用在如现在的微量分析 那么你存在在灵敏里面除了 灵敏度很高的成分之外 有个灵敏度很高 即使很少量 但原来很高的灵敏度的话 这个少量灵敏度低的成分 这个灵敏度就把它测到 就是这个低一下 用适当的灵敏度的话 这个低一下 接下来呢 它有点变性再现性 就是所谓的再现性 所以 同样的能够 就是它的信号 是在每次都不一样 而变异 不能太大 那这个本 就是在现性 在我们分析来讲 就是你们做低分析了 要求你 要做三次 对不对 不用能够啊 要做三次 为什么 就要去看一下 我们做的这个结果 它的在现性 还是不好 那这个在现性 还是不好呢 我们 有什么样的一个数据 可以谈出啊 什么数据啊 不算是 然后你说 再现性好 再现不好 不是你自己乱讲 就是根据你的结果 来感应出来 有没有东西要讲 你们看什么 我现在 都可以知道是你的 再现场 是不好 那东西要 我现在 要来 吗 我信 你 我信 你 这样 我信 我信 好 应该说是Relative Standard Division Rsd 我帮你 如果做一些要不算了 帮你删解一下 你知道它的意思吗 就是你的反应出来的结果 它的再信心 很重要 所以呢 这个Defektor呢 它本身的稳定性很好 那再下来第三点 那这一点呢 是你的现行行行 而你们在上学期 我老师在教你各种的运行方法 方向运行方法 应该也会提好 Large Indian Standard Range 那现行办法要获 那这边有一个英文呢 Orders of Manage 几个 Orders of Manage 什么意思 这可能英文 这个是 在英文里面表示 数量的一个方式 好 杨嘉欣 几个数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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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 有三个数量机 是什么意思 十个三次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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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这个 要强调 就是说你的 做交流曲线 这个就是我们在做交流曲线 你的线性范围 等越来越来越好 那我希望是 能够有 有几个数量机 就是 撕了几次吧 这边有个例子 一个 假如说你线范围是 1.0QVP到 这个 100 5.0 你这样的话 它代表它是 线性范围是 撕了几次吧 把鞋打 偏向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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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 好 好 好 偏向蜂中 很厉害 十二我吃饭 这个 需要 需要 知道 先知道 好 那 接下来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一项特性很重要 因为大家有为什么大字的效果 有没有同学有个理由 为什么大字的效果 我们在做教育之前 超级的一些设置 大字的大字 超级的组织 很大区号 那这上面如果有一个 也能跟其它们的组织 那就能不能有一个团队 可以有一个团队去 去等到他们的任务 太多了 但是如果的话 现在不在我们的任务 谢谢那为了 的话 可能没有办法借由 做交易局务这个工作 还是得到说 再次我们的提想 他们的选择 相对的 就会到我们的办法 确切 在这一方面 不要交易的转业 好,這個答案是沒有錯,就是沒有交流局限,如果說他限定範圍是十二五至一百公斤率面,1.0db到100dbm的幅度 那,那位同學是說,假如說你的公租降局的目點呢,就是說就是看一下現金範圍,就是直線高線 我們要去真的用他來去求一個行動線,就真的沒有線高,這裡面他的濃度有線高,所以你一定會有一個線高給你 那線高的濃度假如說是那個心靠大小,是超過的現金範圍,很高,超過現金範圍,那你可不可以延伸出去啊? 別人出現金範圍,你不曉得上面是直線,可能不是線性的,如果你確信知道說你線範圍只有這樣一範圍的話,超過這個門路它就不是線性,當然不能延伸出去 所以,接著要問是,那你要怎麼辦? 你 你 尊敬 或是你在那裡嗎? 你在那裡嗎? 所以你見證 在剛剛就不見證 所以在那裡的話你就在那裡 對 所以你們作為一個事業 我相信你們好幾個事業 正學行為一下子 他們如果 大高女學撤出來 他們會超過現場 也超過你的腳跟曲線 就怎麼辦? 就要告訴你 你要細心 你要細心 那你上學期的那個 也是水 水是飛機車裡的一米子 那這兒水 他們就能超過 你們要細心 就是所謂 所以你現地範圍越大的話 在一個真正的 像環保所 他每天要飛機樣子 或者說像你們做事業 抽地上去就成功了 那你面對一百個兩百 我走到九五 我全家把他送來的樣子 一兩百 每天要做什麼樣子 那當然希望你現地範圍越來越好 所以你的樣品裡面 低也好高也好 那全部在我的範圍裡面 所以我做一個教練曲線 接下來一百個兩百 全部都可以在我的範圍 你就不要去擔心他 超過了 你還可以把他出來 稀釋 不要做這個動作 所以這個在真正分析的時候 有這樣一個優點 所以你這樣很大的話 那你就比較 對付去管那個 你的低音的保養 然後再會 這個在做熱線 都要免得多一種方便 那接下來 是溫度的範圍 那這樣一個 特性 或者加一個 呃 要求 然後只有在機器裡面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這個detector 它的特性 這裡面 只有這一項 是針對機器 它需要滿足這個安全 因為機器它的那個detector 通常放燈 這是接到管座出來的裡面 管座呢 它溫度很高對不對 所以它出來的這個樣品 它溫度變很高 所以它不能進你的detector 馬上就變得室溫 它不行了 它必須 必須能保持在你的套溫之下 所以你的detector 它要能夠 這個 冷卻那個導入 那但是這一點在 LC裡面就沒有 LC在死 其他的那個 要求 特性 也是一個 LC的detector 它更多的要求 更多的 特性 有需要的特性 這第四點 第五點的話 有需要 Response Time 有需要你分修 然後通過detector 到你 信號產生 的中間的時間 多快 那希望瞬間 只要通過就馬上就 也是一樣 那有的時候 沒有那麼快 的話 中間就有所謂的 Response Time 不夠快 我們希望它瞬間 只要通過的 就馬上就行 這個瞬間的話 我們希望是在 這個 所謂的 Microsecond之外 很短的時間 譬如說你能看到 一大鐘以後 一大鐘以後 對這個 對這個 白音來講 不太慢 另外一個是 就是 它有ability 很容易 使用 所以你的這個 真的性能 它要 這個 容易操作 所以有一個所謂的 Football Football 有什麼意思 你平常常聽到的 是 Waterp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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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 聽過嗎 可以聽過 Waterproof 有嗎 黃靖宇 Waterp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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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同學有更好的翻譯 他們不敢不敢 他們不敢 好 你現在一個很 一個翻譯的廣告 傻瓜相機 就是 你很笨 你也可以用的 也可以用 就是它有操作 是個意思 就是它非常能 可以操作 就是你 不是很聰明的人 它也可以操作 它不太會用 所以 這個Football 不需要很聰明的人 可以用 就是它這個操作 Dependence 那 第七點 那個 Similarity 就是 Waterproof Analy 就是 一個混合物裡面 很多成分 它每一個成分 它都有相同的 Response 這個Detector 在G1 它的信號們 都會有信號 信號都一樣 它的這個 都會有很好的信號 就是 這個 跟它相反的是 Selective Response 它就是 它只對某一類的人 比如說 都含有綠的 它才有Response 不含綠的 就沒有Response 就是 就是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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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字 這兩個字 就是相反 第一個 假如說 你的Detector 是這個特性 不管什麼樣的成分 不管什麼樣的類型 的飛行 經過它多種一些方式 這種Detector 叫Universal 就是它是一个通用,或者是一样的方向通过,它一律都会反应。 那下面这个呢,是Selecting,选择性的Detector。 那我们在待会介绍的Detector里面呢,就有这样的两类,大部分大家都是选择性的。 那再下来,就是non-responding,我希望你从Selecting通过的时候,不要把它破坏掉。 那你说这个也很好说,把Selecting通过Detect之后,排掉我们的领索,如果领索是排掉的,那就无所谓。 但是在,尤其是以前的,有一个不作用以后,Selecting通过Detect之后, 还要把它收起来,很宝贝啊,分析出来,一个一个得把它收起来。 然后做什么,再进一轮间谍,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好,好。 那假如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需求的话,那你也是要问, 如果能够,你的Dector就不能够把它破坏掉, 因为你还要经过它,你还要把它维收下来, 那它的维收图不能够,就是拿个4万块的用途, 还要用TRACK,好像你们在做那个,S-Counting, 我们是要用冷冻的, 面团开车,或者磁场器来做, 一般这个就能不能够, 那出来的瞬间把它在低位之下, 把它认明一下, 然后呢,把它收起来。 假如说是这样的需求的话, 你这个最后一点很重要, 如果不是的话,这一点就没有关系。 所以这是一个第八点。 所以一共有,应该是最后的。 没有。 那这个八点的这个特性, 我刚刚已经看过了, 最后一点当然是, 一般的时候,你会收的话,就是左右。 其他的话呢, 尤其先跟这几分,也是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乱准的话,当然它就有缺陷。 那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的离开人, 都能够完美。 就是八点都复了, 还没有这样的离开人。 那将来会不会有, 也不知道,有没有还是会有。 这是, 整件当事外表现会讲的事情, 同学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我们就看一下。 在我们课的里面, 要介绍极性的里面, 介绍很多种。 早期我们当学生的时候, 就前面这三种。 持股的时候, 比较晚错, 而且非常配重。 是一般的, 一般的时间, 现在都没有机会, 没有用到。 所以我们就要学试图, 很多学试图。 那你们现在就, 都会, 课本比较还要多。 那我们会详细介绍前面的试图。 那么后面这些呢, 不会特别再去介绍。 那, 但是, 希望各位同学, 能够稍微静一下, 他的名字来。 就是说, 看到他的时候, 你自然知道说, 好像, 是Dewer。 不知道什么, 看到他, 完全没有影响。 所以希望你们够了解, 就是说, 这样一个, 这个Defektor, 他适用, 去测试的东西。 那这些呢, 你看到, 他都是选择性非常好的。 他只针对说, 啊, 像, 比如说, 啊, 这一个Defektor, 只针对, 它有零的, 但, 这一位看盘, 那这位看盘通常都是有, 这是这个, 有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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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这个, 农药, 材质材, 农药的分析。 其实他是针对, 这, 假如说你要测的是微量, 低濃度的, 还有零的话, 你可能要优先去考虑这个。 那这个是, 鲁素纹, 基0主要, 它是农药, 还有油的, 还有蛋, 它这个效果特别好, 是这一位, 那这个是, 光, 光有力的, 这个Defektor, 还有零的, 这一位的这个, 有基0放的, 用它来做是, 特别好, 就是选择性, 它这个还有, 它有零的, 你看它的这个, Defektor, 可以测到多低呢, 有一个PureCrain, 相当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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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另外这个FDR的话, 它是那么长期很厚, 是觉得厚美的, 所以我想, 这些呢, 我们不会讲它的, 真正的原理, 因为我们一定要讲其他这些, 而且, 比较紧密, 那这些比较特别的, 比如说, 黄宝水, 或者是, 做这个能量分析的话, 它可能都会配有这样的, 类型的Defektor, 那我们这张表要, 看的就是, 第一个, 各位最熟悉的, 上学这些是, 做了两个的实验, 都是我们的, Frame Analyzation, 一般的, 它适用的Sample, 一般的, 一般的, 还有, 还有看的, 可以有句话, 它都适用好, 那它的Defektor也不错, 领域也很好, 所以这个, 目击来讲, 是一个标准, 就是, 你去买机器的时候, 如果你不特别, 告诉他什么, 特别的, 一个Defektor的话, 标准的配备, 就是在买, 一般的, 就像你去买, 这个LC的话, 标准的配备, 就是UVD, 因为你不特别要求, 它就是UVD, 在配备, 一般的, 那机器化的方式, 这个最前面, 那比较, 现在已经少用了, 尤其是Clavery Common的话, Defektor, 那Defektor, 现在不用了, Defektor, 那Defektor, 是一个女格子, 它就所有的康码, 它都可以吃得到, 但它一个缺点是, 它的体质性的, 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 相对于, 它就觉得好, 它是最糟糕的, 但它也好, 就是, 所有的东西呢, 它都可以, 都会用ch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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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Defektor呢, 是针对, 这个, 还有乳素的, 快凝机的, 它通常应用在, 有机密的, 就是在做有机密的, 没有疗性可以做, 分离跟侦测, 那在, 那么, 環包树, 这个运用更好的, 就是这个Defektor, 你看一下, 它可以知道, 这个单位是什么, 这个, Fe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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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 那这个, Fenton, 那这个, PicoGran, 那PicoGran是, Fe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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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 dichic 进去, 聋 ved acontece, 我可以释到, 比那个Fenton, 三个Ohno, H来帜的~! 所以它的地球粒非常非常地高, 但, 有机钓铝药的话, 她的那个 goats在, 在自然界拆敗riment, 不一样是没有, 那有的话, 就是污染。 污染的话, 那个中间的通常都是那么高, 但是很高的话, 不是当高的话, 不是狄至高我们的。 那如果得很高的话, 你要撤到 你的利率不斷很高 所以這個是一般的小販包型 他們要去飛機 去運動 我們可以機器 配這個 那植母呢 我們這學技能 應該是機器耐使 所以你們對植母應該比較熟悉 這個是運動 那什麼而不的話 就是這個 看你 你如果說對一分線的運動 機器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找我一下 看看 安排一下 就是在一分實驗室可以來看一下 好 因為 公園都做過 只有你沒有 那如果你希望的話 就是 你要有機會做 之後可以看一下 就了解一下 可以來找我一下 那這個植母就 我打新的事情 我們會接下來介紹 他的一個工作的原理 其他這些 各位要知道一些名字 以及呢 他適用的 特別有選擇性 對哪一類的康判 有特別好的一個 這個 偵測的效果 剛剛後面的那個 離開手那邊 剛剛不用去背 那這個讓你 去比較一下 你要知道 有一個特別不好的 那特別好 瞭解一下 好嗎 好 希望我們都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 能夠看到你們熟悉嗎 你們同學要幫你們解釋一下 有沒有同學 這個好不一樣 因為你們上學期也做自己 比如做教育 給你們介紹過 你們同學要繼續解釋一下 有沒有 雖然 看得到 分遍 也跟就是 fort 不不 就是 這些塊有沒有 好吧 那我們就介紹一下 表現的確是很熟悉的 這個Depracted 我們從下面開始 這個是分泌管珠的出口 經過分泌 分泌出來之後 你的成分呢 可以被Depracted 氾氣 帶著你的氾氣 成就毛細管 微粒毛細管 分泌管珠的出來 出來之後呢 火焰在這個地方 火焰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火焰 這個火焰呢 是氫氣的空氣 氫氣是燃料 有一個氫氣出來 氣體空氣 空氣能量 這個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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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有兩個氣點 一個是氫氣 從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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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氫氣 然後沖氣 然後這裡幫她電火 那電火之後 就會有火焰 那你的生物呢 你沒有生物 把它氫氣本身 你的經過 它本身不氫氣 會有什麼 在 Vehicle裡面 它本身沒有像 還有泰銅劑化後 然後會解離、承擔墊子、揚杯子 所以你的背景信號非常小 因為你的朋友分析的時候光是在一起 他使用不再出來 經過你的Client 他本身給你的信號很小 他本身握進行像有進化的路面開 所以他基本的這個Baseline信號非常小 這是很好的事情 就是你的Caring Guest,Mobile Face比你的信號非常小 背景很小 但是當你有這個計畫物的話 還有看的畫物的話 這個公司的話這樣一個反應是會這樣 你看看的畫物 還有看的,看計畫物,你的計畫物的話 他再經過這樣一個Flame 他可以被分解掉 那麼這個是代表氫跟氫激 這樣子Flame 然後這個看鏡畫物 他又會被分解游理 他產生這樣子的一個 代表一個正理 有太大的分解游理 這個是電子 這樣一個游理反應 分解游理反應 那至於說是 什麼樣的一個過程呢 課本上也講 不是那麼清楚 所以這個燃燒現象 我想從中開始看到蠟燭燃燃燃 還有到處女朋友 這個顏色 溫度大概多少 那這個火焰瓶的反應 不是非常的清楚到底是什麼樣的回事 你知道大概是這樣的過程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你有了游理反應 有洋力 這個電子 代表複合 那麼我們加一個電廠的話 所以你要施加一個電廠 這個電腦 一個是燃燒火 這是你的Ground 當作正極 燃燒火 所以它居然是 相對於來講是 0厚 是一個是Ground 相對於來講 相對於是正的 那這個在火焰的上面 有一個黑一個 是一個圓頭 那它是一級 負級 所以你呢 帶正電話的被它吸引過去 電子呢 跑到這個 跑到這個 門口 這兩個 電子呢 就會 就會 因為有這樣的 正義者 跟這個 電子 就會成為電 所以在這兩個電子 可以加一個電壓的話 就會測到一個電 光是氮氣的時候呢 基本上 沒有那個反應 所以你的背景電流 幾乎是0 然後當你有 有氧化合物 通過的時候呢 它會產生 進行這樣一個分解 流利的反應 產生這個 這麼一個電子 然後在這兩個電子上面 施加電壓 就可以量到一個電流 所以我測到了 基本的最原始的信號 是一個電流線 是一個電流線 那這個電流線 當我們在進這個 DETECTOR 或進電腦之前 它轉換成 它是一樣 CURRENT RULUX Conversion 這樣一個 線路 轉換成電壓線 所以它原始的信號 是一個電流線 那這個地方 很重要的是 很重要的一個特性 就是你的 這個電流的信號 當然跟你的 產生的這個離子 它塑料就分析 那離子的塑料呢 它又不是說一個分子 它就產生一個離子 一個分子 它叫做10k 它可能斷掉 10k 10k 這個10k 所以你的電流信號 是跟碳數 成正乎 所以這個是很特別的 我們一般 跟我們一般的這個 塑料的信號 是跟濃度成正乎 這地方還不太一樣 舉例子來講 今天一個兩個碳的 是叫底碗 然後八碳的 Octane 同樣是濃度加紅的話 那 一般的假如說 你的信號跟濃度成正乎 它的信號是一樣的 或是接近 但在這個地方呢 就是同樣濃度 但是呢 在這個FID裡面 兩碳的 得到的信號 要遠小於八碳的 同樣濃度 只是碳的速度不一樣 你的信號的 大小的不一樣 所以在這個 課本上特別強調的 它是一個 Mass Sensitive Dejector 它 跟你的質量 重量 越大的話 它裡面 碳數越多 同樣濃度 它得到信號越強 所以它是一個 Mass Sensitive Dejector 那大部分的儀器的 平常說 大部分的Dejector 都是這樣 大部分Dejector 都是跟你的濃度成正 希望跟濃度有這個 這個關係 所以這個是蠻特別的一個特性 所以特別上 這個已經說了很好了 所以要特別 跟同學們交代一下 有沒有問題 那它有個 另外一個特性 就是它對沒有看的話 都會有信號 那它對那個 像獨棲小分子 很生氣了 一樣化成二號 像氮氣了 等等 基本上都沒有這樣 所以基本上 這些東西呢 都不會有信號 都不會有信號 所以這個很好 因為你的carry gas 是氮氣的話 光是你的carry gas 就是你得到的一個背景 背景需要近衛 當你的那個飛行呢 空洞的時候 它就會有信號 所以你的靈敏度 非常好 所以FID它的靈敏度 相當不錯 相當不錯 那 也因為如此 所以它還算是一個selective 這種計程度 這個detectant 因為它對這個 無機的小分子 基本上 我看你看的話 所以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它算 它雖然是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它算有幾乎 而是無機化 而是無機化 所以它算是selective 這種detectant 就是一個 無機化碳 無機化碳 沒有問題 有 那同樣的這個 離開跟 這個是 Hairish Green 畫碟 然後給了一張 然後講的事情 往裡面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那我這邊也帶了一個 我們從這個 舊的儀器上 拆下來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 你一看會覺得 哇 很簡單 它就會很簡單 這樣 OK 拆一下 這位 所以 Franeman 它目前來講 是最實用的 機器 那 所以假如說 你一般沒有這個要求的話 你來機器一行 通常它會 配給你 就是這樣 它的優點 0.0.0 0.0 你開箱會相當低 一般來講 是相當不錯的 很好的一個 一個 一個 所以大部分 你去看機器的話 它的 它的 大部分都是 非常好 每個 亂都沒有 十七師公 也非常好 很高 沒有 沒有 就是因為 背景 是 整齊的 背景 還有 一個 似乎没有电流,所以你的耳朵很小 缺点少了,算是一个破坏性的地方 一般时候你不想去收,你不需要去收集分出来的成分的话 这个确定不是一个确定 如果说你的目的分出来之后一定要收,这个不能用它 好,这是FID,它的油缺点 所以这个Dependent,它的原理,这个构造也要会画 你不一定要画得那么漂亮,不需要画得那么漂亮 不一定要画得那么漂亮,至少是有淡气、空气 相对,然后两个电子 这个要大部分了解 大概一个相对的位置 就可以了,有一定要了解 这个最长的,最长的可以碰到的就是它 那第二个,Dependent 那通常现在是有毛细管的,毛细管有个Talent 那大家不用了,但是它是最长的 这个机器呢 这个分别的Talent 借一下,都有 那你的Detector 算是一个开发或者里面的一个瓶颈 什么样的Detector 可以配这个机器 那最长的就是它 就是Dependent Talent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了解一下 那你可以看一下,就是为什么它是最少的 这个被设计出来,当做机器的一个Talent 因为呢,你要用到的一些技术在那个年代都可以有 第一个呢,就是像一个热灯室 所以这个是一个 通电流 非常能热的做灯室 就那一般的灯泡一样 通电流呢 有个东西也可以的 放在这个地方 通电流 它就成为热 通过 所以它就靠这个圆子 就放一个灯室在这边 进去 Fill-up 很细的 那个 进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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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需要通电流 电流呢,它是要一个固定大手 很稳定的电流 通过它 那通过它,你就知道说电流 这个电流通过一个 有变组的 有进入式的话 就成热 没错 这边代表是你的Talent 分出来的样子 对你的氮气 Evergast 带过它 这个就是一个领域 这边就是一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领域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 分次一样的东西 氮气 通过它 然后就排掉 那它的原理呢 就是 你的氮气 油数固定的话 你的固定氮气 通过这个热灯池 可以把它的热氮气 所以它这样子 有电流固定了 产生的热也是固定的 然后你的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 Pering gas带起呢 通过它 就是固定的 所以就不能看到它 它的这个温度呢 会是某一个温度 不管多少 那是某一个温度 某一个温度 这个有没有问题吗 那这个温度呢 就是你的背景 那 也一个热组织呢 那一个温度 它有一个温度的话 当然它就有电阻 那这个温度 那这个电阻值多少 可以有这个 线路 这个线路 各位有看过 有没有看过这样一个 一个 很对称的 四边都有电阻 然后 对 相对两边加定安 另外两边 两队 是两电流 这样一个 线路有没有看过 它的名称叫做 它的名称叫做 Whiston Bridge 有没有看过吗 你们古墓里应该交给它 因为这是配合名的 Whiston电场 这个线路 这个线路 这个线路做什么 这个线路就是 只有一个用途 去测 精确 去测 这里面的 某一个电阻 往上 可以有 这样一个 Whiston Bridge 去量 某一个电阻 它就要上 每个Whiston Bridge 它就是要去量电阻值 这样一个电阻值 这个电阻呢 就是 这个位置 就放你的 T10 CM 它就放到这个位置 所以它的电阻值多少 所以这个 这个更新呢 就相当于这个电阻 它就改了这个位置 所以它的温度固定的时候呢 它的电阻值多少 由这个Whiston Bridge 可以量出来 那 当我们只有 Cair & Gas 带你通过的时候 这个电阻值多少呢 那么 这个就做这个用途 那通常呢 希望 你要先讲 Whiston Bridge 它的工作原理 就是 当你的这个 两边的电阻值 相比 有这个 比像这个 跟这个比像这个 如果相忍的时候呢 这个电阻值得有点 不相忍的时候呢 当然 就会有电阻 所以我通常 就是 Whiston Bridge 跟后面的线路呢 如果送 無具 就让我们去 不需要去背 所以这没办法 你们都要去背 这个线路 但你要知道 是 它 是在 那个 电阻值里面 这个是 在很早 就已经知道的 这个线路 它的目的 要去测 某一边 或是 Unknown 的一个电阻值多少 可以把它测出来 那它测到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电阻值呢 可以有这个 电流信号 反应做完 那这个电流信号 后面那个呢 就是把它电流 转换成电压 才是我们真正去量到的 一个电压信号 各位知道 这样一个关键 是 Whiston Bridge 可以去量电阻 这个电阻呢 由这个线路出来的 这个电流信号 再进入转换成电压信号 真正记录的 什么电压信号 反应出来是这个 这个灯 是它的电阻值 OK 这个问题啊 这样一个关系吧 好 好 那这个电阻值 这个电阻值 我们这样命名呢 叫 Thermal Conductive Detector 就直接翻译了 热传导 热导 DETECTOR 那这个热导 DETECTOR指的是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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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要上面说 就是 这个DETECTOR 它的这个 啊 真正的原理呢 跟这个 Thermal Conductive 热导这个特性呢 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 什么关系呢 就是你的氮气 通过它把热带走 这个是 所以氮气经过的时候呢 它都平衡 一个固定温度 一个固定的一个 电阻 那这个电阻呢 那这个电阻呢 我们经过Vision Bridge 测量到 转换成DASO来 经过背景信号 我的背景信号 没错 那么这个是你的一个背景信号 那接着 是你的分析通过的时候 那你的分析通过的时候 到底为什么会有一个信号出来 那你的带路通过 此时就是 稳定的一个温度 就是你的电阻 稳定的一个电阻 这个时候 那你会有一个 FaceLine 稳定的FaceLine 那现在是 FaceLine通过的时候 那会有信号吗 一定有造成一个 不同的一个 这个 这个改变 改变了什么呢 改变了什么呢 或者说 是为什么会改变 那这个牵涉到 所谓的Serval Conductivity 这点氮气 它的Serval Conductivity 呢 比较好 所以它变带子的热量 比较多 所以当时 光是氮气呢 通过的时候 带着热量固定的 所以温度固定 但是一旦 有分序物在里面 它通过 而不是氮气 那这个 有激化物呢 分子量比较大 所以它带走 热量的 比较少 比较小 所以它的Serval Conductivity 比Caribus 比起来 比较小 所以它通过 有分序物进来的话 它Serval Conductivity 比较差 带走的热量 比较少的信号 这个时候呢 你的 热量的一个商标 就更大 所以你的希望 会更灵敏 这应该可以了解 所以 你 希望你的灵敏如何的话 你就要 要花点钱 那话你只要贵了 可以贵了 他的Serval Conductivity 你会带走 还要好 所以它跟分析物 有计划路的这个 中间的差异 就更大 所以它的利率度 会更大 所以 变成时间花钱 去换一个 比较贵的Healing 好 时间到了 现在休息了 好 你就休息吧 不然是游泳 有缕 有绿帕银 像一个固体 都停在银的表面 很固体 一個故事 得到一個鏈子,懷疑人員成1,0,0,0 然後綠率把插出來 所以它的懷疑單板也在這邊 而行復序的形式呢,也是一樣 跟他們在外面一樣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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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只要把這綠率的能夠固定的話 它的單板一點就固定 那就有資格的到一個上門鏈子 從目前最常用就在網址 那在過去的話呢,第一種為止 過去的話呢,幾十年了 我一直用這樣一個鏈子 那近幾年,應該說近幾十年了 近二十年了 這個鏈子呢,鏈子就比較多了 從目前這兩者 你要用哪種其中的位置 那同學有沒有問題啊 其實我想問一下那個 大行李 就是他的上一張 他那個判電子 就是他的上 就是這張檢報 這張檢報這樣一張 必須要上一張 就是上一個判盤的 這個判盤是 這是1,0,0 對,我想問上一張 上一張 那張檢報 因為我 我就是看那個 核選啊 他那個下面 是減掉0.0 的無窮 我就是說 這代表他從第二鏈子 不會是很一樣 可是 他上面的 那個半反應當中 他是有兩個鏈子 所以我想說 他是把他承諾的半反應 數以二 這樣子 會交 其實 其實理論上講 不應該寫二 二分之零變無窮 講說 就這個半反應 來講 他的nerge equation 應該是 這邊應該有分 二分之零變無窮 那兩個鏈子 但是 這邊的 這邊的 綠離子呢 這邊有兩個綠離子 其實 在這邊的 log 綠離子 這邊有平方 這邊有平方 那這個平方呢 比如log 這個二 可以提出 這個二根 分布的二分之零變無窮 所以現在幾個話才講 可以 所以我意思是說 很快 就是直接把那個半反應 全部都屬於二 可以 可以 你的問題是說 這邊的半反應 全部屬於二 可以了 隨便的決定是二分之一 這邊是一個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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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那下面就交給我 是可以了 是可以了 還有其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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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有其他問題 我還想問你一個 就是 那這個 鋼桶電子 他是在渡大約幾度下船 就是他在幾度下船 就是他在幾度下船 好嗎 阿明修阿文 在這邊 在這邊 請幫我們來問問 答案在這邊 那 那 這張表 現在是 就是 舊版 天氣版 完全一樣 那這邊可以告訴你 幾件事情 左邊這個 這三列 就是 鋼桶電子 右邊是 鋼桶電子 那鋼桶電子 那鋼桶電子的話 告訴你 你可以用 NBA model KCL 可以用三列的 model 可以 Saturate 所以這裡面 你放 KCL 或是NKCL 你不一定都要用Saturate 那鋼桶電子 那鋼桶電子的話 比如說我們室溫的話 是25度C 它的電位置是不一樣的 我們用比較多Saturate 可以用來做 0.24 4 後 那鋼桶電子也是一樣的 裡面裝的這個 NKCL KCL 可以用保護 可以用三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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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但是要固定 除了它為 要固定 那它的電位置呢 它會0.2 過附近 所以這兩個電位置 並不太一樣 差一點 而這是25度 25就是 溫度改變的話呢 這個電位 也會改變 一般 做實驗 就是在四位 那你可以用到 比較高一點 但如果太高 太高的話 這裡面的人會 在 在跑 這個 我們一般袋 做的 四位 就對了 好 我們今天就 上到這邊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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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